这里是每晚20点06分为您首播的新财经 欢迎回来 为期三天的2013年第八届中国安徽电动车交易会 今天在安徽国际会展中心拉开了帷幕 200多家国内知名电动车品牌精彩亮相 并带来了他们最新的车型和技术成果 电动车现在已经成为人们交通出行的重要工具 而与以往必须使用电源充电不同的是 太阳能正助力电动车的科技升级 简单来看就是它这个有一个后尾箱 后尾箱展开以后有绿化太阳能板 那么这个太阳能板它可以把这个光转化成电以后 存在这个电瓶里边 在这个静止状态下 它可以就是在十几个小时内把这个电充满 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 要是遇上阴雨天那可怎么办呢 其实无需担心 利用电源充电也是这款电动车兼具的一个特征 而这种技术的突破也吸引了大家的关注 技术的升级也带来价格的上涨 相比其他电动车 这款车的售价普遍要高出近千元 这也让不少慕名而来的经销商心存顾虑 这个是有担心的 有担心就是讲老百姓能不能接受 把这个奖